为了逃5000元债务 以自己的体重重压造成对方死亡 桃源一名体重破百公斤的黄姓女子 去年11月跟欠债体重只有40公斤的游姓女子发生了冲突 不但出手殴打对方 还坐在对方的背上重压 造成被害人肋骨断裂 血胸还有肺部挫伤休克不治 解放认为手段凶残 见请法官从重量刑 破百体重成杀人凶器将人活活压死 桃源去年9月发生一起讨债冲突致死意外 一名游姓女子向体重破百的黄姓女子 借了5000元周转却迟迟未还 黄姓女子气不过到对方住家吹载 没想到双方瞧不拢引爆冲突 黄姓女子除了攻击殴打对方 还直接坐在了对方背上 而遭到重压的被害人 因为只有40公斤体型瘦弱 当场失去意识 而胸贤更将被害人拖到中庭后就离去 女子被发现送一抢救 还是因为肋骨断裂血凶肺部挫伤宣告不治 被害人有债务纠纷 被害人无力偿还 遭嫌犯殴打 并以身体重压导致被害人死亡 为了5000元将人压死还见死不救 休闲复训时坦诚犯行 不过强调没有杀人意图 检方调查后 鉴请从中两行 重力加速度 再加上一个冲量 一个撞击 那这种所造成的一个科学上的力 是非常的大 实际计算破百公斤的物品压在40公斤的人身上 承受的重量等同于40公斤的物品 从一层楼高坠落 换句话说 承受的重量就是40公斤的被害人 从2.5公尺高处摔下 而过程更可能因为快速重压 或是持续时间长导致伤害更大 瘦弱的被害女子不幸身亡 而失守置人于死地的讨债女 后续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领住前方导致报道